八年前我给东家建了这个茹池 老铁们看堤坝水淹过的痕迹 我感觉还行 这么多年还是能够关一满堂水 就是可惜了这个不露水的鱼汤 现在东家竟然叫我过来放水把它填掉 他说他不想养鱼了 他想种稻 简单的挖了一个口 让水先自由活动 本想着从外面的稻田绕过去 从那边开始干活 哦吼没想到外面这块田这么深 我经过的时候东家不说 等我现车了 他才跟我说这块田特别的深 我迪哥乖乖 东家这波操作如果满分十分 我能给八点八分 老铁们本来挖机上去没有多大问题 就是因为田里面的这个稀泥巴特别的弱 当这些日泥粘在履带上面 挖机再往上面爬 就会把地上的硬土摩擦到非常的光滑 所以啊挖机一直在这里空转 他就是不上去 而我现在就像是挂在悬崖边上的骂着 绝对是不敢太多的后退 只能把前面挖了 然后再往前面开 我怕后退到田里面 到时候又趴窝了 简单的挖了几下又往上面爬 现在我调整了一下方法 挖机大小臂往前面拉 履带左边走右边停 右边走左边停 整整爬了十多分钟才爬上来 水还在流 先不管它 先把这个堤坝全部给它毁掉 一个老人家跑过来跟我说 想叫我把这个兜老阔挖掉给它 然后它还说怕耽误我的时间 只要求我给它挖掉上面的土 它自己用仇头去挖 我心想这个兜老阔挖掉了之后 上面这么多土 我看老人家这个样子没有半天时间 这个兜老阔它挖不干净 盘不走 索性我就叫小美丽过来 把老人家拉到了安全的地方 再用挖机把兜老阔抖到干干净净送给它 注意这么大的鱼塘改成田 对于土的分布情况跟干活思路 就能决定今天这个活用时的长短 比如说现在我不仅一边甩土 还要一边想办法把这些水全部清理干净 那么清理掉这些水 我的方法就是 当堤坝上的土甩到了一半之后 我先把挖机开到鱼塘 借着鱼泥有蠕动的功能 挖机慢慢的往前走 当鱼泥集中了之后 水就会往前面赶 剪平堤坝甩土 下到鱼塘赶水 整个堤坝的土全部甩完 我总共下到了鱼塘两次 最后到了放水的垂口这里 水集中了之后 好像里边还有一些鱼 这个小伙子挺厉害的 我都一把年纪了 连这个网都不会用 他才一二十多岁 竟然撒网撒得这么好 就是感觉他这个裤子好像要掉了 好想去给他把裤子提高一点 但是又不敢跟他说 怕他对我不礼貌 注意老铁门 鱼泥特别稀 堤坝上转下来的土又特别干 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操作 使用什么方法既简单又快 效率还高 注意看我今天的操作方法 先把堤坝上所有的干土 用连甩带推的方法 全部先甩到鱼塘里面来 注意这波操作不需要发酵太多时间 只要动作够优雅 姿势够帅 管它三七二十八 一顿烂甩 只要快就行 但是一边甩土 一边需要做好甜梗的高度 跟甜梗的平面 置如宽度 现在还定不准 暂时不能动 所以原来的脑堤坝有多宽 就剪多宽 OK 搞完下道鱼塘 今天需要平整的面积 大概有十多米宽 所以得分两次剪平 头一次把挖机开到鱼泥最多的这一边 一边挖干土找平 一边尽量的让这些鱼泥集中到一起 顺便把甜梗脚下挖干净一点 这样做起来才不会限车 当鱼泥很多的这一边做完了之后 甜梗还很宽 但是甜梗边上因为里边找平需要土 已经把甜梗边上这一条全部挖低了很多 那么现在再来找平甜梗边上 至于甜梗的宽度也就取决于 需要多少土就挖掉多少 这种保守持土的方法 可以很好的控制土方量的多少 几乎可以达到销入高瘦度快 而且不限车不从工的效果 感谢观看